在上周,2018年世界冠军2G战队的冠军皮肤,也是在全球范围进行开售,相信很多玩家和小编一样都直接入手了。 毕竟,每年的世界冠军都意味着,他们是当时最强的队伍,冠军皮肤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。 而在全球总决赛的舞台上,最有纪念意义的,自然是召唤师奖杯,不过,这个奖杯在每年的下一次世界赛时,就会归还给拳头游戏,等待下一个冠军的出现。 但是,拳头游戏也为世界冠军队伍的选手们,制作了一些特别的礼物,那就是英雄联盟世界冠军的戒指。 这也是传统体育运动中,相当常见的冠军戒指,比如大家熟悉的NBA球星乔丹,就有6枚冠军戒指。 而第一届全球总决赛时,英雄联盟电竞还没有兴起,FNC战队当时是没有拿到世界冠军戒指的,而在2012年的PPA战队夺冠后,全球总决赛才开始崛起。 因此,PPA战队是最早拥有英雄联盟世界冠军戒指的队伍,他们的5个首发队员,都获得了自己的冠军皮肤和冠军戒指。 而在2017年的全明星赛结束后,随着老将BB宣布正式退役,TPA战队的所有队员,都已经转为幕后。 而当年的冠军中单选手Toys,也是转型成为了LMS赛区的战队教练,以及直播主了,他常常制作一些英雄联盟相关的视频。 在昨天的最新一期节目中,Toys则是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,那就是英雄联盟世界冠军戒指,究竟价值多少钱? 根据六年前拳头游戏告诉他们的情况,冠军戒指的价值在5000到1万美元之间,而冠军戒指,意味着无上的荣耀,Toys这些年也没有卖掉戒指的意思,一直保留到今天。 不过,他也是和我们一样好奇,究竟这个冠军戒指值多少钱呢? Toys找到了中国台北的一家非常有名的当铺,让老板亲自为自己鉴定一下,这枚英雄联盟的冠军戒指值多少钱? 根据当铺老板透露的消息,当年的这枚冠军戒指,是属于纯手工制作的,毕竟只颁发给世界冠军,不存在批量制作的可能性。 虽然Toys以为冠军戒指上的宝石是蓝宝石,不过在鉴定之后才发现,这个宝石其实是属于天然的托踏石,只是长得像蓝宝石而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